我们到赖清德碰到了一些问题 那当然蓝绿都一样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那么在蓝英的部分呢 尤其国民党 现在就是面临了整合的问题 包括这个大家一直在看 就是说国民党723的全代会 那国民党说邀请韩记出去了嘛 但韩国瑜好像不会参加 朱立伦党主席说韩国瑜是中评委 党中央有发函 希望他共襄胜举 后瑜在今天也特别喊话了 就是欢迎韩国瑜出席 而且他说兄弟同心其力断金 跟韩市长都会同心面对 为中华民国一起打拼努力 可是很妙的 也是在同一天723这一天 韩国瑜的支持者要号召庶名起义活动 但是韩国瑜也说他不会去 他发了动态 在八个小时之前 他关于这个说网路上流传 支持者8起的723庶名起义活动 韩先生当天确定不出席 谢谢所有好朋友热情支持 也提醒要参加朋友 务必注意理性诉求 安全返家 不知道啦 就是感觉这是有点在 另立党中央的感觉是不是 好了 反正韩国瑜他都不去 那上志哥怎么看 其实国民党现在有个氛围 我复刻一下 刚刚斌哥所提到的部分 因为其实对于追播金普冲 所引起的部分的国民党当中的 这种内斗的感觉 然后把罗志强 徐晓星这些小鸡扣押 然后让他们现在最近的发言不止少 连他们攻击民进党的发言都几乎没有了 所以整个部分国民党 我最近看了几个那种民调关键字 那关键字叫跟国民党当中流量的这个坠落 就不要说侯友宜 国民党流量的下滑 志强跟巧琴的流量下滑 都是很惊人的 也说现在整个国民党当中 如果你只去看那流量 可是流量之下 他下滑之后 他就不是说去睡觉 他会流窜到别的地方 所以这里头我要讲的部分 就是呼应刚刚杰斌哥提到 所以国民党当中始终也有个声音 其实就正为换猪的问题 就觉得莫名其妙 你怎么会让金普冲 他又没有党职什么 最后他全部都可以控制 不是你朱立伦首肯的话 金普冲凭什么可以 那个手一直伸进来 但我要讲的重点 于是这个东西就引发了 大家在思维 你朱立伦在搞什么 你现在是在做了 在7月3日之前 是要把国民党弄成分裂 那如果要把你换掉 换谁呢 当然就出现了 韩总的这个状况 我不是有留白 就是说这里头 其实始终有些人说 朱立伦干得不好 那如果说未来要蓝白盒的话 党主席要换一个 有强烈真正行动有票房 你朱立伦蓝白盒你有几票 那当然在这种情形之下 于是也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讲到的这些 想要发起这个基层的部分 有一点点的味道 就是在这时候 当然这里头 无论它效果乱不乱 这体现了一种当中 大家也在看 最后是蓝白盒 可是如果说你朱立伦 只会只把他讲 根本没有动作 还找了一个金箔冲来 就乱砍 怎么可以呢 所以当然我要描述一下 其实我所知道 现在韩国瑜 其实最近最所有的一切东西 都非常非常谨慎 他现在很长地找 各路的一些 比较他亲近跟了解他跟格局 跟包括谋略当中的朋友 然后都一直在吃饭 他都没有表态 他都只是聆听 那么大家都提很多意见 但麻烦的就是说 挺韩的这个很核心的 不同领域的部分人 大家看法不一 比如说有人认为 有人认为是不是要 因为大海里更有关 有人认为就是郭侯佩 那么有人又主张是 有人又主张是 那既然吼那么差 可侯佩 所以其实在最核心 韩国瑜身边的部分的意见 非常非常复杂 要知道韩国瑜 除了黄富星 铁杆栏之外 还有海外 北美等等之类的 这个他们都很强烈的意志 韩分里头其实虽然是听令韩总的 可是大家也都很有意见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这个东西某方面也开始 随着总统大学越来越炽热 国民党有越来越顿 大家有点经不住了 倒不是说要逼韩总表态 所以韩总压力也蛮大的 所以现在他也要都 尽可能不要出席 任何一方所鼓动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些势力涌动 虽然不见得建筑与媒体报道 可是大家真的在里头 对于至少我所接触 跟了解当中 所有的己方之霸 比如说刚刚讲 柯文哲 然后郭台铭 侯佑这也不讲 我相信包括韩国瑜这里 有实力的王金平这里 还有包括傅坤奇这里 其实大家其实都没有在睡觉 于是说我们要看 在这里头是不是 以我的想象 这里头是不是有一些 真的跟侯友宜 真的已经是 举例来说真的是 要怎么讲 那个东西他说 不共戴天 党内不共戴天 或金普松不共戴天的 那么这些人的力量 会流到哪里 是不是流到郭台铭这里 他们死都不可能支持他 可是如果跟柯文哲又不熟的话 那怎么办呢 这第一个 我觉得不能小看 这些没有被我们聊到 或被触及到 这些力量如果动起来 也很惊人 你看像傅坤奇 为什么会在昨天开记者会 他一副就是我管你 你们在受信息上 我不管了 法律就这么回事 国民党调查也完成了 接下来我就是出来 我也要尽我一份力了 所以我们能小看 他的这种本土来的地方操纵吗 也真的不能小看 所以这些所有的力量 最后其实都会有一些流动 我刚刚前面讲了 韩国瑜这边的韩粉流 但还没有定 韩国瑜自己还在观察 他没有那么快 但至少我们感觉到 他没有那么快要支持侯友宜 而且他跟侯友宜这个恩怨当中 究竟只是侯友宜一个 顾叛生姿的道歉 就化解了吗 那么侯友宜这边的阵营 还有没有持续跟韩国瑜表态 一句话把你公开道歉 过去的一切都勾销了吗 这是江湖上当中道歉的方式 所以如果我在想 如果韩国瑜这个地方 到很晚很晚才表态 那很晚才表态 他可能在挺蓝白配 蓝牌合的性之下 所以这些我们现在只是在 这个四个候选人当中 我认为底下的韩国瑜的力量 傅昆奇的部分的本土来的力量 天岸的力量 他们都不会太快表态 更不要说现在还想 把你朱立伦换掉的这个蠢动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这种能量的部分 我没有说它会很混乱 只是我认为这些力量 最后其实也会操纵着 我们在民调之外的 另外一些力量 开始往郭 往柯 或往侯 或者是郭柯配 郭侯配 那么柯侯配或侯柯配 这些的组合当中 我觉得这些都是 是往各自的目标前进的 就是现在在野的这个乱局 是怎么造成的 其实就是因为国民党内部有人在乱 而且在乱还不单是候选人本身而已 有一些非候选人在那边跟着一起乱 才会造成今天这个乱局 现在大家 我觉得摆在眼前的局势 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只要在野能够整合成功 就可以大过民进党 只要变成 one by one 一对一的 那在野就有胜算 可是问题是 在野的人哪一个人不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都知道 但是每一个都认为 你们到最后都会向我投降 比如说柯文哲其实现在就在等 等你何伟已受不了 然后他最近 你没有注意到柯文哲三番两次 在讲说他不敢接郭台铭的电话 其实他在讲这个意思干什么你知道 因为他现在不需要接郭台铭的电话 他现在就偷偷偷偷偷到你郭台铭自己死心 然后何伟已 何伟已的民调也起不来 到最后你们就非投给我不可 就跟那个死神一样 说这么多到最后还不是要给我 他现在心态就是这样 那郭台铭其实也是这种打算 一样的 他会认为说何伟已的民调起不来 然后到最后你蓝军 你蓝军不可能 因为他算准蓝军不可能 这么送给 拜拜送给柯文哲 所以到最后蓝军就会推他 蓝军推他之后 他再想办法去整合柯文哲 他的想法是这样 那现在只有一个比较没想法 就是侯友已 因为他最后 他最后有什么好想 所以我一直说 其实今天非绿联盟到现在为止 没有办法整合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从头到尾就是国民党不愿意整合 其实是国民党不愿意整合 因为国民党要的整合 只有一种就是你们全部向我投降 那当你这种谈判 就跟民进党要去跟 老共谈判的时候 每次都讲说我们不要有任何前提 不要有任何前提就是 你不要把我当作你的一份子 我跟你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他要的目的就是这个 那请问一下老共会跟你谈吗 不会 同样的当国民党的态度就是 你们要先跟我投降 我们再来谈 那人家为什么要跟你谈 这就是摆在眼前的一个事实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虽然一直 菲律大柠檬讲得很好听 可是你显示出来的态度就没有 就不是这样 朱立伦虽然7月16号讲了 什么可能都有可能 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发生 那请问一下 柯文哲当政的可能发生吗 国民党愿意吗 国民党内部愿意吗 有人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吗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不一定准 我认为如果要弄成菲律大联盟 恐怕第一个要拔除的 不是侯友宜或郭台铭 第一个要拔除的 恐怕是朱立伦跟黄建廷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有意思 因为你不觉得从头到尾 所有的局都他们两个搞出来了 整个现在这一团混乱 就是他们搞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 如果真的要搞菲律大联盟 那就是要拔除朱立伦跟黄建廷 那要不然另外一种 就是侯友宜真的 突然之间发了神经强到 所有人都被他踩在脚底下 这样才可能结合 不然的话 我认为菲律大联盟是不可能成行 你直接说了不可能 对 不可能 以目前的态势是不可能的 因为请问一下谁会甘心 然后你叫侯去做富的 那侯为什么不回去当新北市长 他干嘛去做富的 他有毛病吗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所有的状况来讲 菲律联盟是不可能会成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国民党要打掉重练 不是打掉豪友宜重练 是党中央要打掉重练 才有一丝丝的机会 不然的话我认为 谈这个其实是白讲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手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